學完了之後 看到這個圖片他就說這是貓 所以有沒有跟早期以前那種學習的方式會截然不同 開始截然不同了 那我們講大躍鏡 在2010年的時候因為 還有一個硬體的搭配 CPU的廠商回答 他根據人工智慧因為他的發展 我們講有些真的很有眼光 大家看到這個東西他會願意先投入 投入去做出來屬於這種演算法的運算器 就我講的 Wantage洗衣機當他找出那個的時候 他就設計成晶片 同樣的在還沒有所謂的找出這種模式的話 我可不可以為了這個所謂的深度學習的所謂的演算法 去設計一個晶片 他願意 所以他根據這個東西讓整個 因為他們那時候會有去做一些的比賽 你看他整個的效益馬上當下來 甚至比人的學習效果會更好 所以開始囉 開始囉 Google很多以前 包含他以前的搜尋 他以前的搜尋是用一個所謂的矩正的方式去做 後來他整個用所謂的人工智慧去用 而且Google可以用圖片搜尋 各位知道嗎 那圖片怎麼搜尋 其實就是這個技術 了解嗎 他去做比對 他會告訴你 跑出來的結果有哪些是符合的 所以我們看起來是要用搜尋 那實際上 人工智慧已經都在我們的身邊了 好 那你看天氣預報啦 飲料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都有 都有 所以剛剛您講的 除了我們看到之後有沒有 當然有 但是這些東西我剛剛講的 它會應用在一些很特定的領域裡面 那或許我們有在用它 只是我們沒有感受到 但實際上它是有的 好 所以你看現在每一年 2015年後 每22天就有一個所謂的學習工具包 就會被產生出來 會應用